01.复旦大学教师陈果说,孤独不求外伍,反求诸己。人生最好是淡然,最好也是。摆脱外伍对自己的纠缠,你才会像风一样自由。有一只蚊子,飞到牛脚上,站了很久。离开的时候,大声说,我要飞走了。牛低头吃草,没有理会。隔一会,蚊子又说,我真的要离开了。 牛漫不经心地说,你来的时候,我没有注意到,你飞走了,和我有什么关系。正所谓,一个人的心寒,是从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开始的。你迟早会明白,那些不合群的人,不是不冷漠,而是活得通透,总是独来独往,却不孤独。02.和自己做朋友,孤独就是享受。诗人李白说,举杯妖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 诗人都羡慕李白的才学,却不知道他的内心,到底是痛苦,还是喜悦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能遇到同频率的人,很难。大部分的人,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灵魂之急。 才高八斗的李白,一心想有所作为,报效朝廷。他在朋友的推举下,进入汉林院。 可惜,事与愿违,他因为加入了勇王幕府的圈子,受到了勇王用兵失败的连累,在寻扬入狱。 加上他不满皇帝的昏庸,愤愤不平地告别了官场,从此隐退,变成了咸云野鹤。 当李白把一辈子写诗喝酒,就是最大的幸福的时候,却不知他只是把孤独当成享受而已。 古来圣贤皆寂寞,唯有饮者刘其名,当诗人举起酒杯的时候,谁知道,他内心的苦。 唯有把心酸的人生,放入酒杯,一饮而尽。 当一个人懂得享受孤独的时候,那么一切都不可怕了,即便是周围一片漆黑,也没有关系,还有星星和月亮作伴,如果这些也没有,那么一片乌云,也可以让人暖心。 03.让内心变得强大,自己就是靠山。 常言道,心是生命的中心。 不管你的皮囊多美,如果心变丑了,就不美了,不管你的生活有多糟糕,心里有了幸福的涟漪,那么笑容就多了。 静游新生。 你不能主宰万物,但是你可以用心去感悟万物,可以包容一切。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客套的时光。 看到谁,都以为是人脉,只要给笑脸,常常推杯换盏,日后有事了,就能得到帮助。 直到有一天,那些看起来可以推心置腹的人,狠狠地拒绝了你。 顿悟,原来心是会崩溃的。 幸运的是,你的心经历了一次次伤害,就变得强大了。 别人的锋芒,无法让你受伤,别人的虚情假意,也不会打动你。 习惯了各自安好,你哪怕不能变成大山,也是一座小山包。 04.坚持我行我素,日子就是人生。 有人说,两个戴着面具的人就不用做朋友了。 可是,人交往,怎么能放下面具? 我的一个朋友问我,如果你和上司在一起吃饭,上司让你去买包烟,应该怎么办? 我说,拿钱,买烟就好了,还能怎么办? 朋友说,就你这情商,还怎么混? 买烟的意思是,你自己掏钱,巴结他,或者是,他要和客人单独相处,故意把你支开。 还有一种可能,他故意试探你的忠诚度。 一包烟,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够呛。 要是点个菜,喝杯酒,一起出差,岂不是要累死人? 真正活得好的人,已经不在乎位置了。 职场就是工作的地方,赚钱的地方,凭借成绩说话。 如果上司不看成绩,看虚伪,说明他,根本就不值得追随。 不管和谁在一起,服务是礼貌,而不是为难自己。 需要你反反复复去琢磨的人际关系,都需要放弃。 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。 不要因为看别人脸色,浪费了每一个好日子。 05.习惯一个人走路,自己就是风景。 电影《夏至未至》里有一首插曲,徘徊在只属于青春那些情绪,最后的决定,让全部心意洒在心底,以为发生的事情,其实从没有痕迹。 所有的情绪,都属于过去,当你满不在乎的时候,那么岁月留下的痕迹,就变得很淡很淡,你从此有了风过无痕的喜悦。 习惯了独来独往,不过是把人生的过往,放入了风中,消散了,然后可以从容走好每一步。 你在桥上看风景,桥下的人,抬头一看,你就是桥上的一个亮点。 如果没有你,桥也黯然失色了。 如果你活得很失败,那么你就像残河一样,有了蒸蒸铁骨,毫无生机,却在与命运抗争,在等待下一个轮回。 06.作家马德说过,这个世界,看似周遭复杂, 各色人等,泥沙俱下。 本质上,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。 你若成澈,世界就干净。 你若简单,世界就难以复杂。 既然注定要一个人走,何必去挤进别人的圈子,抬头去看别人的脸色? 又何必把自己活得那么复杂?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总要回归简单。 没有什么朋友,也不喜欢和亲戚交往, 即便自己受伤了,也只是努力站起来,连教苦都是多余的。 做人,不要害怕拒绝,不要害怕形影相调, 这并不是意味着丧失,反而是你的生命,变得丰满。 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 两手空空地来,赤手空拳地走, 看过人间的繁华,受过别人的白眼, 被人算计过,才没有白来。 愿你懂得,或不打扰,是最好的善良, 享受孤独,是生命的灵气。 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。